外交部長林佳龍上任後首都到立法院被尋 強調面對中國可能無所不用其極的 又拉我們友邦 未來將會推動元首外交 固邦同時也要榮邦 也批評中共的環台軍演是在步步進逼 意圖塑造新常態 心情是很特別 國會職權的變革 一切按照憲政跟法治來進行 首都以外交部長先分 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立法院 林佳龍坦言心情很特別 但上任後首要面對的一大挑戰 就是對岸高機率又出招又拉我們友邦 每一個國家要穩固邦誼 也都有信心 但是呢也必須對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作為 有戒心 積極推動元首外交 固邦同時融邦 但對岸從立足我國参与WHA 再到共軍環台軍演測試台美日紅線 520後似乎持續加大 打壓力道 拜登總統在西點軍校公開的講話 對台海和平穩定的維護 他們在造成新常態 那這種步步精逼想要蠶食精吞 在第一島鏈包括美日跟台灣呢 大家能夠共同來因應 而現在重回背巡台 面對國會職權修法三讀通過 林部長先前就被質疑 時任立委期間提出的改革方向和藍白版本很類似 不是對人的調查權或者是說因為無限去擴充 我沒有去提國會苗子 苗是國會罪 苗是國會罪這種字眼 因為這是真的是 這個定義就會比較模糊一點 自家立委趕緊提醒 小新未來觸犯藐視國會罪 首次被詢林佳龍拳前笑容滿面 有問必答 和前任部長吳釗燮直率回話風格很不一樣 面對外交難題 端看未來如何展開實質對話 加強盟國聲援力道 結帳黎明州台北採訪報導